谁还没有过去 谁还没有出飞员的时候呢 所以无所谓 我记得他们有一次在微博上面狂刷茄子 然后我觉得 哇 那倒不业 今日头条和头条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肖战 肖老师今天自身入口非常的帅 精神抖擞 成名之后你会比较建议 你会比较建议的词 我觉得说也不是建不建议吧 但我觉得那就是以前的事情 以前的素人的生活 没有必要再去有什么去考古 或者再去探究的 所以那些比如说旧的照片 这种你看到的那些是会的 谁还没有过去 谁还没有出飞员的时候呢 所以无所谓 算是非历史 其实还好吧 就是历史吧 用三个词形容一下 你现在跟自己的关系 关心 守护 期待 你能够自己形容一下这些菜 有个词 我觉得他们很热情 其实还蛮理智的 其实中国粉丝吗 大家都是带着爱啊 我觉得就是很热情 作为社会 看别人一个很亲爱的设徒啊 因为现在还敢不敢怪职业病吗 就看到一些设计的话 会习惯性的去看到有没有剧中啊 或者有没有毛边啊 或者是有没有对齐啊 有想说我算是去改一改吗 那倒不业吧 那现在你自己加班多吗 我觉得娱乐圈好像加班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吧 自己还是撑得住的 我觉得还还行 毕竟是设计出身懂 你自己做事的这个logo是你亲自设计的 对对对 这样帮你感受 其实感觉不一样嘛 是为自己内心的动力其实是无穷无尽的 然后包括那个logo其实是我手写的 因为其实说一直想找一个毛笔字体 但是我觉得没有找到很适合的 就自己写了一个 然后做了一些修改 作为一个这个铁血的这个重庆人 你在外地有没有看过哪些这种很邪教的重庆火锅的吃法 其实我现在都慢慢渐渐的会被重庆人嫌弃吧 因为我现在吃火锅是太辣的话 我就会拉肚子 我现在还很喜欢吃麻将 回重庆的时候 我重庆的朋友都说 你还是重庆人吗 你身为业绩的知名的 我当先说这种情人 请帮我们打开 还是想这样的適合标准 温婉居家不规不亢呗 还是老规矩 老適合条件 因为是什么时候你有的一种 我谈案就等于失业的这个清晰深刻的认识 因为我们当时从节目里面出来 就是被打上了男团的这样一个当时的一个形象嘛 所以包括当时的公司 经纪人都会跟我们去传导这个理念 因为还是说要对提爱自己的人负责 每个人的想法可能不一样吧 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 好 谢谢 我们把那个 想下班了是吗 粉丝什么样的行为 会让你有时候觉得说 这个莫不是我的假粉丝 我记得他们有一次在微博上面狂刷茄子 然后我就觉得 哇 我要晕了 还有一次是说 我好像很久没有发照片 因为我不太不太喜欢发一些自拍 因为我觉得奇奇怪怪的 他们就会说不认识我了 然后我有次发了一个自拍 他们在下面问我是谁 我就觉得 真是调皮 你觉得自己身上比较住宫生的特质是什么吗 可能我觉得目前我也认识到一个问题 可能是有一点窄 可能如果有时间 但我现在也没有时间 如果有时间的话 就是会想经常走出门 然后多出去看看这个美好的世界 多出去看看这个美好的世界 马上就要到发问题了 因为你就要安慰 现在还在来身上你的男粉丝和女粉丝 男粉丝 不要急 就是你们还小 美好的未来在前方 你未来很大龄怎么办 大龄那就要急一急了 哈哈哈 这是一个蛮蛮重能量的一个方法 对 重能量 请跟我们的镜头 say bye啦 拜拜咯 拜拜